例題 有一個150立方公分的密度0.6的木塊 請問你質量多少 老師說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我質量 有公式有質量嗎 有 d等於v分之m 你要求的是m需要知道誰 需要知道d 需要知道v對不對 題目上有d有v嗎 有 體積150密度0.6 所以 就往裡面帶 正常的人就會寫 如果你數學爛到不知道 背了d等於v分之m之後 不曉得m等於什麼 就拿小瓢蟲 因為現在要求的是誰 要求的是m把m遮住 所以變什麼 d乘v 所以m等於d乘v 就密度乘體積 快的人就不需要了 就直接做了 然後注意喔 老師說算什麼 帶什麼對不對 你要算的是木頭的質量 要帶木頭的體積跟帶木頭的密度 題目都有給我了 帶進去 90 90 所以答案90克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有問題嗎 沒有 動腦時間 讓你們寫 三回 You 不會的互相交 三回找 三組上來 第三組 第三組 第六組 第二組 第二 第三第六 三回上來寫 找你們那組裡面 考試最差這個上來寫 考試最差這個上來寫 好 好 第二 第三第六組 你們那組裡面 分路最大跟上來寫 上來 快一點 上來 快點 二三六 上來 快點 第二 第三 第六 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了 第二 三組 三組 你看 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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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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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 黃臨上來 第三組 原路起上來 第六組 建宇浩上來 快 看 看 快 快 起 快 小營 快 快 小營 快 原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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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 那個答案 那個答案沒有辦法完全一個 寫到小視點訂閱就可以了 寫到小視點訂閱就可以了 然後 有點大 有點大 自己有點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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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沒有資訊是不行啦 哈哈 誰啊 189點 換來 這裡在哪裡 旁邊而已 先在這裡 沒有沒有 我先請到你 喂 最近我說先做 第一 沒有什麼第一啦 我要你分子 就是要你們組別裡面 大家互相討論 有人不會寫 那種就要把他交會 第二 上來就寫計算題 不是只有答案而已 然後你們寫的 果然就是數學很 你幹什麼不要動他啊 百人不要動 這個誰 那個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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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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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單對的 這是對的 然後呢 你這邊就有個單位換算 因為你要把立方公尺 換成立方公分 後面要多六個零 這也是對的 然後呢 體積成密度 0.0013 這樣才是對的 你寫到這裡都是對的 後面就完全算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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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位 建立他 明明就是長11公尺 穿9公尺 高3公尺 你這個 你這個11可以當7 有什麼意思啊 然後這還297 然後呢 你沒有做單位換算 先不要把你後面乘算 結果跟那個誰一樣都乘錯 你這裡沒有做單位換算 你這個297是290西立方公尺 你的密度單位跟我西立方公分 單位不一樣 聽懂了吧 單位要一樣 編繫2 密度360 對不起 密度 其量360 密度8 鐵塊 問題機 問題機 第一組 第一組 第四組 第七組 第一組 陳真 第四組 林業瑜 第七組 林忠諺 上來請 第三組 黑板差到 就是第一組 Wivenson 代金就算出來了 就是第一組 Wivenson 代金就算出來了 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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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先問 第一件事先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第一件事先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我要你分組做 不是要你借過人家怎麼講話 請問你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那個誰啊 那叫號稱叫林仲彥 你在寫一個什麼亂七八糟的 360 等於8等於45 什麼東西啊 這要除 這要除喔 你的除法這樣寫的 除應該這樣寫 他寫成這樣子 然後可能有沒有那麼硬 這除喔 除了春天的除 連自己一本都不會寫 第2 不要講話 第2 200立方公分 密度0.9的冰 完全變成水 總共質量有幾克 老師說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現在是從冰又變成水 冰變成水 什麼不會變 質量 質量不會變 所以題目要我求水的質量 其實我就要求誰的質量 冰的質量 我也不可能去求水的質量 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我除了有背過水的密度之外 這題目有沒有水的體積 沒有 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 本來是要去算 水的質量 現在變成算誰 冰的質量 那由最後的問題想起 什麼公式可以求質量 D等於V分之量 那怎麼求質量 一樣 會的人就會 不會的人麻煩你 拿個小瓢蟲出來 把M遮住 答案叫做D乘以V 但是要注意 算什麼帶什麼 你現在想要算的是冰的質量 冰的質量 就是水的質量 因為你要算的是冰的質量 所以要帶冰的體積 跟冰的密度 冰的體 冰的密度 題目有沒有冰的體積 有 有沒有冰的密度 有 就往裡面沉 180克 這個其實是誰的密度 這是誰的 這裡現在算是誰的質量 冰的質量 只不過冰化成水的時候 質量不會變 所以冰的質量就是 水的質量 第28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下一題剩下兩組 第一組叫做第8組 第一組叫做第5組 第8跟第5 第8組的是徐永成 第5組的是張子民 2組 1組 2組 3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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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組 3組 4組 5組 4組 4組 5組 這位算是要去問人 怎麼辦 別人幫你加位 哇 這是我耶 哦 诶 这边看得到 诶 这边看得到 可以 请问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我有问题 看我 看我 老朋友 我说你看我 你们 现在在黑板上的写法 是你们学生 最容易会这样做的事情 我劝你们不要 你看到我从刚才讲解题目前到现在 我一定会先怎么做 我一定会先把公式写下来 然后再把数字往里面带 然后再来做计算 你们现在你们像你们这种做吧 就是你们学生经常会犯错的原因 看到听上个数字 那有个3 那有个5 答案15 35115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算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算什么 我强烈的建议你 我强烈的建议你 就跟我上课讲你的一样 要做这一题 先把公式写下来 看到我要放体系 看到我要放质量 看到我要放密度 去题目里面找 有没有我要放的东西 算什么带什么 我把它放进去 放该放的地方 我把它算出来 你才不会 每次就乾坤大人为一 1个3 1个5 反正就15啦 反正35115我会算 那根本不知道在算什么 注意 不要做那些事情 反正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就会偷偷乱算就算错